植物人花草半生懸起見絕跡百年香港巴豆再現 明報專訊,與護處核下的香港植物標本室主管彭權森 半生以植物為伴,笑言自己見植物如見老友 可算是植物人呀彭說,初入行到野外時 尚能隨口說出植物的名稱,但見識漸多 現在反不敢妄斷他爭在採集標本時 不慎從高處墮下受傷,但找到稀有植物卻令他各跌親刀底在 阿彭擔任標本室主管期間,標本室曾找到消失百多年的香港巴豆 市該香港特有植物重現江湖明報記者鄧力恆中學以熱中加入 餘農處在新年現年54歲的阿彭 中學時已對生物科的植物課題特別有興趣 1979年中學畢業後他加入政府 在工作中有機會處理植物的種植和保養工作 其間更學習了辨認植物及製作植物標本他1989年加入漁農處 在香港植物標本室任助理員,負責標本製作、鑑定和分類 並會出外進行植物調查、標本採集等於植物招植相對的他 佔愛上植物學及植物分類學 其後到海外進修有關學科了解如 當然欲謹慎阿彭益術初入行時覺得自己能認到百多隻植物好厲害 很快就能指出眼前的是什麼植物隨著年月過去 阿彭見得多、知得多 反而不敢亂說他說 自己做植物研究有一點執著 如果植物的特徵不是完全能看到 一定不會鑑定植物屬於什麼的種 如果錯誤監定,可能害到人阿彭說 曾有市民帶著植物標本到標本室 問他可否立即認出植物 他說不能 市民還質疑他是不是專家他解釋 即刻講到給你聽就不是專家啦 因為不得嚴謹他說 要辨別無花無果的植物 有時甚至還要出動顯微鏡看葉脈、葉占、葉姬等的特徵尋稀有品種少言 跌到刀底為了採集標本 阿彭有時需要攀山攝水 走到罕無人跡的地方 不時有驚險情景有一次 阿彭在沙羅洞採標本 找植物找得著迷 不慎由兩米高梯田的下受傷 但阿彭堅持繼續 中找到稀有植物的花甲迷 跌到刀底阿彭說 在野外工作的樂趣 莫過於發現新的植物 因為這能為植物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別具意義他舉例說 標本室的同事於1997年在青衣島野外工作時 發現已消失百多年的香港巴豆阿彭說 能找回消失多年的珍稀植物 實在令人鼓舞標本室的工作 不止標本的採集 更包括植物的保育標本室找到香港巴豆後 為香港巴豆採種育苗 把幼苗種於成門標本林 現在香港巴豆已在標本林成長 多次開花結果 阿彭稱這時同時努力而得的回報難忘 篇植物置奪學界最高時榮說到植物人生涯最難忘的事 阿彭表示 是參與編主中 英文版的香港植物置在過程中 阿彭跟多名植物專家一起工作 期間雖時有不同意見 但經詳細論證 問題總能迎人而解以出版的英文版香港植物置於2014年 獲國際植物分類學會頒發恩格勒銀質獎長阿彭稱 這是植物分類學界的最高時榮 去年他已代表身份領獎 感到十分光榮現在他正參與香港植物置中文版的編著 望能為研究者和公眾提供香港植物的重要參考資料 為了採集標本 阿彭 圖 有時需要攀山攝水 走到罕無人跡的地方 更時有驚險情況 曾從高處跌下受傷 仍堅持下去 最終找到稀有植物 跌倒都抵 受訪者提供 為了採集標本 阿彭 圖 有時需要攀山攝水 走到罕無人跡的地方 更時有驚險情況 曾從高處跌下受傷 仍堅持下去 最終找到稀有植物 跌倒都抵 受訪者提供,彭權心說到他植物人生涯最難忘的時,就是參與編主旗手上的香港植物志,鄧力行攝 彭權心說到他植物人生涯最難忘的時,就是參與編主旗手上的香港植物志,鄧力行攝